台股今年以来在AI的加持之下真的很强劲 尤其是上到了2万点之后 波动有开始变大 可以一天大跌隔天大涨 甚至是暴跌了700多点的隔几天就大涨500多点 而现在6月到了 台股的年度重头戏除全息行情也要登场了 但是在这2万1千点这高档的阶段 今年还有出全息行情吗 那投资人又该怎么宣估怎么操作呢 博家老师 好这个我想先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 第一个就是说如果行情是多投的话 那正常来讲 填息的行情几率都很高 如果行情在走一个大空投 或是短线的空投的话 当然贴息的机会都高 那我觉得以今年来看的话 不排除这个盘 它应该就是短线什么 涨太多压回来之后 在6、7月它呈现一个什么 区间震荡的格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很多个股它在有基本面 填息的机会还是很高 那再来的话 我们看到今年除全息行情的焦点在哪里 第一个就是说 6月份开始股东会密集的时段 这个我觉得投资朋友 你就要去留意什么 你自己持有的那家公司 到底老板在股东会上 对于今年的愿景 明年的这个展望 它呈现什么样的这个破话 也就是说呢 它如果告诉你 今年真的确实不错啊 怎么样之类的 我觉得股东会后 要这个因为通常 以时间来算的话 股东会完的一个月内 或是一个月左右 这个个股它就会除全息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要什么 逢低压回来找买点 那再来的话 我想电子股 是这个目前盘面的主軸 所以电子股你要留意的是说 当你要参加 跟电子产业相关的营收成长性 就是你参与除全息 最重要的重点 那尤其是AI AI是今年盘面的主軸 你看易鸿刚才讲那么多 整个AI的这个趋势 所以你要参加这个AI类股 除全息的这个投资朋友 我想很重要 你手上的AI个股 一定要有领先除全息的走势 为什么 因为它是今年盘面最好 最热门的大黑马 大热门你还没有办法 填全息 那其他的个股更不用讲 那再来的话 除了AI之外 我想经历了这个 三四月份 这个高股息之乱之后 现在大家对整个ETF的市场 然后稍微又忍下来 可是 这些高股息的这个ETF的成分股 也相对来的重要 这些成分股 能不能顺利的这个填全息 我想 这个也攸关 后面整个高股息ETF的这个走势 不过所幸 我们看到过往 不管是0056 0087 0099 这些相关 这个高股息ETF的这个 填全息的这个状况来看 大概啦 平均都四五十天左右 就能够去这个填全息 所以我会觉得啦 相关的这些指标股 也是一个 在除全息行情的时候 你可以观察的重点 那另外我们讲到这个传产股 你就不免想到说 欸 为什么有很多传产股 它是 龙头 或是获利很好 那配发的这个股息也高 殖利率也高 可是 就没有办法受到市场青睐 我想 这个最主要原因在于说 因为你如果市场的资金 都集中在电子的话 那当然传产它要 动的这个幅度就不大 可是如果一旦 刚好电子可能在Computex过后 它陷入震荡整理的话 那是不是资金它有机会 回流传产的时候 我觉得刚好配合除全息旺季的来临 全产反而有机会在这里 轮流往上来做田权的动作 当中最重要的 我觉得今年的族群 你就要看营建股 我们讲 今年全台湾房市在第一季 预售屋卖了5000亿 尤其南部高雄是年增2倍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今年房市非常热嘛 那你房市热 去年营建股很多公司获利又不错 所以正常来说 营建股大部分 都要能够有所谓 田权席的这个走势 那再一个是说 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所谓 高成长个股 跟所谓高股席个股 我们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所谓高成长股它就是什么 我们讲到的嘛 盘面的这个主流股 也就是这个电子股的这个部分 那这一个区块的话 其实没有什么好说的 高成长它配的席可能不多 但是相对它田席的速度会快 那我在这边帮大家选出 这个6月份 陆陆续续要除全息一些电子的指标 我们可以观察到 比如说你看 群光集团里面的群店跟群光 在6月4号跟18号要除全息 这个群店 目前的这个先进指令有接近4% 群光也有4.2% 那刚好群光又是什么 我刚才讲到嘛 高股是ETF的这个指标股 所以我觉得这个区块来讲 群光它能不能填全息就很重要 再来的话当然 在AI的趋势里面 还有今年比特币的这个走势 你可以看到 华晴其实今年一直以来 股价表现也不差 所以当华晴今年要配6.9元 目前殖利率还有3%来讲 这个也是什么 在除息之前 有压回来 你可以逢低布局的方向 另外我们看到 半导体相关材料的这个集团 在长华集团的部分 长华跟长科刚好有什么 在6月24号 都要除息 那一个 你看长科的这个 殖利率是3.9 长华是5% 那当然 两档的这个股价目前也都不高 所以我觉得就这个区块来看 你也可以来做留意 那另外一个我们讲电子5哥嘛 今年轮流表现 你看宏基也上来 广达在天上 尾创 在这边盘整 核硕 反而是今年大家比较少提起的 那目前核硕 质利率也有3.8% 这一波AI轮动的这个趋势当中 我们看一下核硕的日线 在这一波AI你看 核硕是什么 股价慢慢小碎步往上走 那这一个惯性就是 回到月线只要不跌破 我觉得都还有机会往上创高 所以当它压回来月线附近的时候 你也可以准备什么 我后面 为了后面的这个除息行情来做准备 这个是核硕的这个部分 那最后半导体这个工程设备的这个棚毅也是一样 目前的这个殖利率有5.2% 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 那另外我们来看到这个 传产的这个区块 传产今年 我觉得除全息 你可以先把焦点放到什么 货柜航运相关 为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嘛 第一季的这个长龙 阳明跟万海 获利都令人惊艳 第二季的表现 就目前SCFI的这个报价来看 也不差 所以 货柜相关的 货运承担的 中飞航台华 中飞航在6月6号要除息 台华在6月18 那中飞航配6块 目前殖利率高达多少 高达6% 看一下中飞航的日线 你可以发现到 一样嘛 这波中飞航就是慢慢往上走高 股价都是往上慢慢墊高 不太像这个阳明跟万海 是什么 突然汉地拔冲拉起来 因为我们看一下台华的这个走势 你看台华也是一样 台华在波段也没有 也是类似中飞航 那当然中间 大涨小回 这不可避免 不过一样 波段趋势都是打到月线 就往上走 所以 在整个传产 成长股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可以优先来观察 在整个货柜相关的 另外的话 你看像这个 橡胶的这个振兴 轮胎的振兴 当然这一波一些高股CETF换股 刚好里面也有它 所以你看 股价在这一波也拉上来 只是说 如果在除息之前 股价在持续的往上急涨的话 我反而要建议 持有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趁他急涨的时候先卖掉 等到什么 除完息 回来 震荡整理完 你来掌握他什么 填息的这个走势 那再来的话 我想 里面还有什么 像这个食品股的捕风 如果可以的话 导播上一下这个食品股的月线图 其实食品股 在每年的这个 3月到9月 都是什么 传统的旺季 所以 如果以食品股的角度来看 其实你3月以后买食品 到9月 卖掉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都会赚钱 所以对捕风来讲 一样 目前的这个 殖利率高达5.2% 也是一个观察的方向 休息一下下个阶段回来 要告诉你 AEI有没有可能 会走向大家担心的泡沫化呢